2018年8月3日,火箭队官方微博宣布,他们与独行侠队完成了一比三换一交易。 独行侠队获得了火箭队未来二轮选秀交换选家现金加欧鲁阿库。 火箭队则获得了大前锋马蒂伦宁的监约一拳。 马蒂伦宁这位球员,说起来也是非常有意思,他是火箭队2008年的选秀大会,上第54选温选中的二轮秀,一直没有在NBA里面真正效力过,而他的签约权也是反复被交易。 现在连转了十年,又重新回到了火箭队手中。 至于火箭队为什么会用三换一,交换一个从来没有在NBA打过一场比赛的球员。 小编也是有点看不懂了,这是一波什么操作,不过这比交易。 总体来说,对火箭队的影响不大,但是对中期来说却是意义重大,因为欧鲁阿库走人后,他在火箭队中封这个位置的排名,已经能够排名第三了。 下个赛季有望获得更多的龙幻和出场机会。 至于第二人选,内内大家都知道的,对靠北的比赛,才一般很少参加的。